你的房子是你父母给你买的吗 还是 房子父母买的 首付 首付也是家里的 然后自己还贷款 对 你这假发是自己买的还是父母买的 这不是假的 这真的 这是真的 对对对 这还是稳定一点比较好吧 我很稳定对 只有可能挣都没有那么多 可能就一年我不能挣到100万200万 就是也差不多也有20万 问一下刚才跟我互动的 13号 希望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私底结婚的对象 经济方面 我不需要男孩子多有钱 或者怎么样 但他不能比我差 从那个精神方面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要有共同爱好的 然后性格上面最好是不要相似 不要相同 因为其实我的话 比较慢热的性格 如果说我的另一半 特别的内向慢热的话 我觉得我没法跟他很好的沟通交流 因为我性质慢 把他脾气又急 很矛盾的一个矛盾题 那这边 开屠宰场的呢 好啊 就是你喜欢旅游吗 旅游我很喜欢啊 我特别喜欢旅游 然后我有去过很多城市 我可以带你去看海边 坐在一个海上的一个 小屋上面 然后看着海情 真的是 刘娟还是有一颗浪漫的心啊 对真的很棒 因为我有一个人去坐在那边发呆 然后写歌词 然后去创作 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特别棒 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好 他刚才一直在致力于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不要让大家对他的外形和职业有刻板印象 不是说我就沉浸在我自己这个自我的世界里面 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啊 他这个沟通交流以后不会有问题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有点丈母娘丧身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我要是个丈母娘 我看见你 哎呀 嘉嘉 你那个头发 来来来来 我帮你洗一下 哎呀 嘉嘉 我带你去你的发吧 是不是 哎嘉嘉 你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哎是不是那个 糊涂了呀 怎么穿了两件寸衣呀 其实他的衣服都还好 我就怕这老青娘啊 要他把头给剃了 你怎么办 呃是这样的 其实应该他也会理解 因为我造型就是 就可以就是挣钱多一点 哦 你就跟老青娘说 没有这个头发 我就搞不来钱 我觉得他这个性格 慢慢的给他一定的时间 去接触 我觉得这个老青娘 都到了快要条 广场乌乌的那个时候了 说不定就被他摆歪了 跟着他 这个后面两个 好谢谢 这是刘嘉 来到了 终极选择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 所有桃花灯 都已经熄灭了 10号 我想找一个 就是还是在武汉 比较稳定一点的 因为我不太能 就是接受 就是说 异地的这种感觉 谢谢 8号 对于一个 没有恋爱经历的男孩子来说 我担心他以后 会不懂得珍惜另一半 好 我担心他要不懂得珍惜 我担心他